一百年前 电影是没有声音的 女演员是男人扮演的 可是 这并不妨碍人们对电影的喜爱 每逢遇到拍摄 大人孩子都围上去 大人主要是看 孩子嘛 主要是捣乱 倘若遇到晴天突然变阴天 还得陪着一起静止 董光来 片刻 只听着导演一声令下 捣乱者才敢起身 继续捣乱 彼时 电影是要搭配解说的 说缘才能看的 名曰电影辨识 同样一部电影 不同的辨识出场 效果可能千差万别 比如解说后童诗之虫 一定要山岗秋生才最好 当然 牛奶糖也是必须的 伟大的哲学家 不知道是谁说过 看电影不吃牛奶糖 不如不看 好了 一切准备妥当 接下来就是买票了 有钱自然简单 从大门走 没钱也不要紧 动动脑筋照样看 梅子在俊太郎走后门紧 不想惹恼了蜘蛛 下出一身汗来 第一场放影 怪猫转 大家开了眼界 掌声连连 中场休息 郡太郎拿出电影搭档 牛奶糖 两人一人一块 甜得泪 终于 最后一场 后童视之虫 山岗秋生动场 意外的是 不仅那只小黑狗入了镜 郡太郎和梅子 也被排了进去 秋生解说道 看 两个孩子抱了杀腹之仇 转眼间逃之遥遥 郡太郎和梅子 简直像做梦一样 不 做梦都不敢想 为了感谢梅子 带自己进电影院 郡太郎拿出一盒 牛奶糖说 梅子 你的牛奶糖 梅子推托道 不 是你的牛奶糖 那天傍晚夕阳很好 昏黄的暖洋洋 可是 梅子妈妈却说 客人太穷了 不搬家不行了 三个月换一个地 梅子从来没交过朋友 唯独这次 可是 离开前一天 梅子又拉着郡太郎看电影 没想到后门也被封死 静默了 郡太郎厉声骂道 这个挨牵刀的 郡太郎不是瞎骂 他在学秋生 学的吉祥 实际上 郡太郎的梦想 就是做电影辨识 梅子则不同 他想做演员 虽然日本不需要 郡太郎鼓励说 你可以的 在外国 女人就是女人演 既然电影看不成了 郡太郎干脆给梅子讲戏 讲他最喜欢的怪盗几个马 梅子听得高兴 拿出牛奶糖做门票 最后一刻 伟大的哲学家 不知道是谁说过 看电影不吃牛奶糖 不如不看 郡太郎撒开绷子下山去 不想伸手笨拙了些 被店主抓个正招 那天傍晚夕阳很好 昏黄的暖洋洋 可是 梅子再也没等到郡太郎 转眼十年过去 电影便是共接地气了 上山下乡 到农村去 到农民身边 到广大的无产阶级同志身边 然后 趁着无产阶级同志们 看电影的时候 将他们有限的产 给弄无 一场电影讲完 秋生同志 及时抽身 换衣 逃跑 一气呵成 干了一票又一票 依靠郡太郎的成功模仿 盗贼团伙收获颇丰 郡太郎不是没想过反抗 只是 反抗一次 失败一次 收获的 只有一次彼此共横的毒打 久在河边走 没有不失险 终于 郡太郎一伙被牧村警官盯上 某日外出调查 牧村警官一眼看出不对 便是居田早就营退了 这小子是谁 果然不出所料 牧村警官当场拆穿了假冒者 也就是 郡太郎 这下完了 生意没做成 放映机都来不及拿走 不过 最惨的还是盗贼头子安田 被他欺负了这么久 终于能摆脱了 简直是天赐良极 倒霉的是 没高兴三分钟 郡太郎也被抛弃了 一同被抛弃的 还有安田的保险项 俗话说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郡太郎不能拿这个钱 可是 警察拒绝了 死活不收 无奈 郡太郎只好拎着现金到处逛 这么走着走着 郡太郎忽然眼前一亮 青木馆 山岗秋生 恰逢青木馆员工大批离职 缺人缺的厉害 于是 郡太郎顺利落脚 成为了 成为了青木馆的一名打杂的 为了不引起旁人注意 郡太郎改名国定中赐 从现在开始 一切从头来过 听老板娘说了才知道 青木馆招牌辨识是茂木 至于秋生 早就过气了 每天昏睡喝酒 混吃冻死 郡定心里凉了半截 不敢相信秋生宠了废人 放言员帮门告诉郡定 青木馆冲场子的是茂木 别看这小子年轻 煽情农历绝对一流 喜剧都能给你讲哭 其次是四郎同志 这个胖子师范学院毕业 中规中矩 没什么特点 最后最后才是秋生 那家伙过气了 酒鬼一个 和青木馆比 举屋剧院气派多了 不仅骗子最新最棒 乐师也是一流的 唯一的不足是 辩识太词 只能照着稿子念 青木馆虽然破旧 虽然只有三位年老体衰的乐师 但是 只要有茂木在 观众就买账 举屋的女儿秦江 早就计划把茂木挖过来 可是那小子男秦啊 总也不给答复 没办法 菊屋只要把老部下安田弄出来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青木馆每晚垃圾时间 是秋生专场 暖场是不用暖场的 稀稀拉拉几个人 秋生开口能说话就不错了 收场之前 放原邦本还会自娱自乐一番 他将自己喜欢的片段剪下来 保存了满满一大盒 有日本的 也有国外的 大胖 卓别林 鸡盾 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只要是精品就会有人收藏 电影也好 人也好 秦江拉了茂木 不仅钱给够 还让茂木做主任便是 茂木不说接受 也不说拒绝 暧昧得很 话说 秋生嗜酒重信 每次上台前都得人叫 还不一定叫得醒 这天秋生喝大了 如何都叫不醒 老板急了 求爷爷高奶奶 可是 茂木和四郎都不肯定班 正不知道怎么办呢 果定站了出来 老板原本不抱有任何期望 只要客人不对票就行 谁知道 果定意外地受欢迎 完全不看剧本不说 音色 感情 都像极了秋生 不是像 简直就是 一场结束 果定收获了 金酒不息的掌声 大家都以为刚才是秋生 退场 女演员孙子跑来告诉果定 刚才是你吧 和年轻时的秋生一模一样 果定本以为能收到秋生的表扬 谁知道被秋生大骂一顿 果定不服 自己明明说得很好 和秋生一模一样 甚至更有感情 更有气势 秋生告诉果定 你是冒牌货 日本不需要两个一模一样的辩士 那天晚上 果定想了很多 的确啊 做别人影子 有什么骄傲的呢 为什么不做自己呢 第二天 在秋生的帮助下 亲不管新人 果定红空出道 果定不再模仿秋生 不再模仿任何辩士 他有自己的特色 他的特色 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纯情的说成羞羞的 羞羞的说成纯情的 看着 又扯淡 又松动 一场结束 果定不仅收获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喊起了导演二川的主意 俗话说 人怕出名猪怕壮 既然能引起导演的注意 当然也能引起警察的注意 尤其是 还是果定熟悉的警察 不过好在 牧村警官老眼昏花 没有认出郡太郎 兴许是被果定的优秀 刺激到了 茂木情绪高涨 带着松子来到杂舞间 准备做些羞羞的事 毕竟 再过不久 松子就要送给局屋了 可是没想到 正准备下嘴呢 柜子哐当一双砸过来 砸得茂木头晕眼花 见鬼了吗 两人拟赖我网 使出吃奶的劲品 也就在这时 果定认出了松子 也或者说 郡太郎认出了梅子 要说有什么根据 那便是蜘蛛 我们远走高飞吧 梅子突然很认真地问 郡太郎有一些梦 想了想告诉梅子 现在不行 果定中刺 是有情有义的江湖男儿 玩笑话说完 郡太郎才觉得不对 梅子一向稳重 怎么会问这么奇怪的问题呢 自从果定有了名气后 秦木馆的生意终种日上 三位老麦乐师 也不再琢磨离职的事了 不 除了三贤哥 他可不是安于现状的男人 凭他的手艺 至少 一个偶然的机会 三贤哥发现了果定的秘密 一箱子钱 满满一箱子钱 果定火了 茂木就待不住了 他想通了 去局屋做主人便是 离别之际 茂木警告果定 你小子别模仿我 否则我要你好看 眼闭 茂木补充说 老板在后面等你 估计是谈钱的事 等到果定打开后门 才意识到 谈个屁的钱 是玩命啊 安田恨死了郡太郎 但不能杀 秦江喜欢这个男人 只不过 郡太郎的喉咙要被取走 有人恨这副嗓子 梅子来的时候 郡太郎已经哑了声 10点钟 青木管作为虚喜 今天是果定的大日子 已经提前发了一个星期的传单 观众们信任满满奔着果定来 却一点声音都听不到 不满的情绪开始发酵 洗下嗡嗡叫 不少人在小声嘀咕 这么下去可不行 想着 梅子突然冲出来 接过了女声部分 有了梅子的配合 郡太郎的声音渐渐恢复过来 空枪有力 石破天惊 一场结束 女粉丝们疯了 将果定围虫一团 而梅子 默默离开了 计划落空 茂木恼羞虫怒 既然搞不定果定 就搞定松子 为了打垮青木管 举屋见招烂招一起上 将胶片撕坏拆碎 当然 还有安田的保险项 殊不知 三贤哥快人一步 早上就偷走了那项钱 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老板夫妇哭不出眼泪 只是恍惚 秋生漫不经心的说 帮本把这些片段拼起来 让果定解说 他不是最擅长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吗 考验他的时候到了 果定满脑子都是内向前 懵懵懵懵懵答应下来 他都没听清秋生说什么 直到真的坐下来捡 果定才意识到 这件事是多么扯淡 将不同影片拼接在一起 剧情怎么讲都不会连贯 这么写着写着 果定突然来了灵感 既然不连贯 那就让他不连贯 既然要扯淡 那就天马行空的扯淡 很晚了 剧屋还没回家 秦江找到剧场 没找到父亲 只见一飙行大汉挡住门 像是有事 秦江刚想问什么 大汗忙解释 小姐 里面没人 秦江种出没机会挖果定呢 有了这小妮子 多少能套出点果定的事 秦江告诉松子 跟我讲讲果定大师的故事 我就放你走 松子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将果定有情有义的故事 讲给秦江听 听吧 秦江转身就走 林了还不忘嘲讽松子一番 经过一夜奋斗 乱七八糟的片段终于拼完 秦莫馆打出广告 全日本独一无二的电影 而此时 果定也摸到了局务 好死不死 一只蜘蛛从天而降 吓得梅子魂飞魄散 片刻 标准大汉跟了进来 差点没把果定摔死 好在秦江及时赶到 拍扁了大汉 秦江好心救松子 只要果定答应离职就行 果定颤抖着说 别废话 只要松子没事 我做什么都可以 秦江忽然认真 拉过来就是一顿情 殊不知 大汉一醒 少秦 只听到轰隆一声巨响 不仅门开了 连墙都开 裂了 这就是强烈推荐啊 要说情鬼 终归是情鬼呢 三贤哥抱着一箱前 愣舍没舍得住旅馆 结果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一觉醒来 破三贤还在 梦没了 昨天打出的全日本独一无二的广告 吸引了不少观众 可是 已经超过开场一个小时 还没见人 观众们火了 叫嚷着要退票 与此同时 跑到一半的骏太郎突然停下来 告诉梅子 到车站等我 我必须要回去一趟 梅子想了一下说 好 别像上次一样消失了 怪到几个马还没讲完呢 11点一刻 为了不让观众退票 老板强拉着四郎上场 四郎讲了七八年电影 从来没见过这么乱的 一会东一会西 完全没套路 观众咒骂声不断 就差钟打白菜了 岸田窜到后台推上电闸 一脚踹开四郎 就在此时 三贤哥回来了 一同回来的还有果定 还有 还有那项钱 11点半 就在观众骂爹骂娘 准备一走了之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手印传了出来 当然 还有活该穷鬼的三贤哥 乱七八糟的画面 配上乱七八糟的解说 效果是意想不到的乱七八糟 果定时而纯纯 时而羞羞 时而文静 时而放荡 乐得观众前仰后合 此时的车站 梅子懂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二川导演邀请梅子去京都 拍板东七三郎的无赖汉 并且 二川补充说 是果定让我照顾你 乱七八糟的扯淡姐说 随着最后男女主人公坐上飞台而结束 观众高呼 牛 日本第一 果定一众美呢 突然看见安田拔出枪来 说来蹊跷 就在安田拔枪的一瞬间 警察来了 厉声道 放下武器 否则我开枪了 安田举手举了半天 指纹其声不见其人 原来是秋生模仿的警察 果定顾不上这么多了 窜回房间 抱着铁罐子就跑 不多时 放映师一冲一片火海 木村警官追出来的时候 果定和安田 都已逃出半里地了 安田追果定 木村追安田 三从镇上追到乡下 从街道追到田野 直到果定的脚踏车散了架 追击游戏这才结束 安田笑疯了 你小子 叫你跑 这下完蛋了吧 安田扣动扳机 傻眼了 木村警官追上来 眼睛一睁一闭 二里地稳稳命中 干掉安田 木村转眼告诉果定 不 告诉郡台狼 这不是结束 电影都有续集 何况人生 放映师的大火最终没能止住 将青木管烧得一干二净 这下 不仅便士和乐师丢了工作 连老板夫妇都无家可归了 可是 天无绝人之路 郡台狼留下了钱罐子保住了 不长时间 青木管重生 剧院比之前种种大了一倍 此时的梅子也已成名 完成了儿时的梦想 郡台狼虽被关在监狱 赤虫不改 无法在剧院解说 就对着冷冰冰的墙壁解说 说的不是别的 重视梅子最爱的 怪盗及格马 解说结束 狱警告诉郡台狼 有个女明星来看你 可是突然回去了 她拜托我把这个交给你 说是当门票了 郡台狼接过来一看 不是别的 正是那盒牛奶糖 这一件事是伤了 今天是伤了 这些负责的 什么 你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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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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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